大家好 10月31日星期四 萬聖節 早前我在西貢一間小店 都買了本地創作 意思意思下 聽說今天蘭桂芳 都頗熱 群鬼出動 希望香港的小店 香港的店鋪 多些生意 因為確實挺慘淡 田北辰說冰河期 所以做得多少就得多少 希望 今日入境處在社交媒體 就出了條片 叫做高手來了 就是這個 英國的灼球天王 同樣是七屆的世界冠軍 即是火箭奧蘇利雲 申請優才計劃 獲得批准 來香港拿了身份證 成為香港居民 這當然是正面的 對香港也有一定的宣傳價值 所以前特首梁振英 以前那句 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 這句絕對是錯的 所以後來也公開說 不好意思 這條片 即是高手來了 出了街之後 大家當然 最關注的一定是主角 奧蘇利雲 這當然 但我呢 不知道會不會說我錯焦點 我同樣關注 這條片另一個角色 其實他的氣憤也很重 也不少過奧蘇利雲 哪位呢 就是入境處長 郭進鋒 事實上整條片 一開始不是奧蘇利雲 一開始就是 就是處長郭進鋒 說他在桌球室打桌球 而且連入兩球 還包括黑球 旁邊那個就說好球 我不知道這個是劇本 還是處長打桌球真的這麼厲害 然後就說 處長有個高手來了 下一個鏡頭才輪到奧蘇利雲出場 就說他來到香港 然後在入境的部門 就入境卡塔裡假裝手續 搞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搞定了 然後他搞定 好蘇利雲搞定之後 做什麼呢 馬上打電話給郭進鋒 很親切地叫郭進鋒的英文名 Benson 我搞定了 我來了香港了 做好入境手續 什麼時候約出來 喝一頓茶 打一場球 打桌球 好像兩個人很熟 然後再下一個鏡頭 已經是奧蘇利雲和處長排排坐 坐在這裡 沒有吃過包 純粹喝杯東西 然後處長就訪問奧蘇利雲 就說你去了那麼多個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過那麼多個地方 為什麼最後都選來我們香港 成為我們香港居民 於是奧蘇利雲就開始讚香港了 就說香港有多美食有多美景 大家知道奧蘇利雲很喜歡行山 覺得香港的行山景挺漂亮 另外奧蘇利雲也說香港的歲制是好 他說他曾經在香港度過了很多美好的時光 所以他也希望選擇在香港再建立一個家 諸如此類 絕對是一條宣傳片 很正面的 這條片 為什麼我說 我的焦點放在處長身上 因為我一邊看 一邊看 我真的忍不住在這裡想 真是 現界的政府 紀律部隊的官員 確實是一個特色 跟以前的官員很不同 真是表演慾是多旺盛 經常都會拍片粉蜜登場 我不知道這件事 跟保安局局長有沒有關係 因為鄧炳強 大家知道他也是經常拍片 拍了很多這些片 去做宣傳各樣 事實上他接受訪問 都說自己曾經很喜歡 年輕的時候其中一個理想 就去拍戲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局長是這樣 所以其他紀律部隊的官員 都有樣學樣 不單止他們 因為早前 同樣是十月 兩三個禮拜前 我看到新聞 就說連這個廉政專員 胡英明 現在都拍劇粉蜜登場 就是新一輯的廉政行動 在無線電視播放 據報導 胡英明會粉蜜登場 第一集講述 樓宇管理維修貪污案 胡英明會飾演一個行動指揮中心的調查人員 和飾演總調查主任的陳山聰 然後就送上咖啡打氣 其實當時我看了新聞都覺得 哇 廉政專員拍戲 以前大家會覺得法官和廉政專員都一樣 其實是沒有社交的 因為他們會覺得自己要表現得很獨立 就是那個角色 因為這個職位的崗位的問題 所以以前廉政專員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很強調這件事 就說做了這個位的時候 會減少很多的社交活動 當然話說回來 自從湯顯明時代 湯顯明做廉政專員那個時代 這支歌好像已經有點變調 根據當時很多報道 湯顯明也是有很多應酬 跟之前的廉政專員已經有不同 不過湯顯明也沒有拍片 現在看到原來現在的廉政專員也拍片 所以我就說跟以前是很不同 你是很感受到那種分別 事實上又不單是這個紀律部隊 想想一下其實現界官員相對 那個出鏡率這方面 我覺得有些都是多的 跟前朝的比較 有些沒有想過他們會出來 其實都是他們出來 好像早前發現了恐龍化石 就是局長寧漢豪出來說的 這件事以我做新聞界這麼多年 我亦都覺得其實跟以前是很不同 有類似事件 以前我覺得會有一些比較專業的官員出來說 因為他們掌握情況 他們可以解釋得更多 作為一個傳媒 如果記者去採訪 事實上你派一個專業的出來說的時候 其實是學得更多掌握更多 然後可以去講多些 去給市民聽 但是 局長呢 坦白說在這方面真的不是專家 但當然我明白 他可能就說 我是這樣顯示的重要性 彰顯的重要性 但是確實如果你說 從那個新聞報道來講 就真的專業的 是這麼幫到手 而這件事跟以前 我覺得都是有不同了 所以都令我當時 是有些感覺 那說回入境處長郭進鋒這條片 高手來了 那另一樣 為什麼我會對他粉密登場那裡 引起我的注意呢 同樣 以前的官員 我相信是比較會被嫌 就是 除了你說你做得公正 還要別人覺得你公正 但是這條片呢 就顯示 咦 奧蘇利雲 他申請這個優裁計劃 但是 就是 主責的官員 入境處長 好像 就很 很親密的 一入境之後 就第一個電話 就打給處長 那就很有個人關係 就是這一種 那這件事 是不是適宜呢 那我有一個疑問 不過就是 做法是不同了 我覺得以前呢 可能這方面呢 就會更加小心 但是現在呢 就覺得 那宣傳片 宣傳香港 是不是 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去理解 那 坦白說 又想這樣說 我又會覺得會不會 為什麼 入境處 這麼大書特書 除了你說 就是奧蘇利雲 都有一定的名堂之外 那會不會整件事 都是政府去主動 去 去 招攬而來 所以令到他更加有自豪感 我覺得更加要 就是 就是 其實這樣去 去 下一個彩 我覺得這件事 我也不敢排除 今年的施政報告 已經很強調 就是政府 會是 主動去 邀請 那些優才來講 因為 根據施政報告的說法 那些官員出來說 那些優才 很多人找他們 所以他們可能怕麻煩 不想自己申請 所以我們就會主動去找他 我不知道奧蘇利雲 會不會都是這樣的案例 因為奧蘇利雲 今天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都有一個說法 值得大家留意 他現在其實在澳門 打比賽 所以傳媒都可以找到他 訪問他 他的說法就說 自己都是幾個月前才去申請 那如果你看回 咦 那他也批得很快 那奧蘇利雲跟傳媒說什麼呢 他就說自己每年有七八成的時間 在中國和港澳地區 以及亞洲地區參加比賽 如果有香港身份證 就會令到他出行 或者生活更加方便 那即使沒有比賽的時候 香港都有展覽工作 有身份證 就可以讓他逗留更長的時間 不過他就說 他自己 即使現在成為香港居民 拿了身份證 那未必會長期逗留在香港 因為他也要參加不同的比賽 而且一個人可以在不同地方逗留 亦都可以在不同地方都有一個家 所以香港目前不會是他的終點 那 即你聽他這樣說的時候 首先他那個審批幾個月前 那如果你調整他的時間 他就是在三月來香港 打那個香港國際卓球明星挑戰賽 即是和傅家俊有一個明星級的比賽 那次就是這個挑戰賽 還有一個重頭戲就是傅家俊對奧蘇利雲 不過那場比賽的入賽率是一般的 只有四成 但是那次這個國際卓球明星挑戰賽 舉行的日期就是剛剛就是美斯在香港 搞出一個大頭伐之後 美斯就是二月到來香港 然後這個卓球那場比賽就是三月的 而奧蘇利雲相對於美斯 他對香港或者官方表現得非常友善 我覺得會不會就是他那次來香港 他剛剛經歷了美斯那場的風波 而奧蘇利雲又那麼友善 事實上他多次都表達他對香港 那個喜歡香港在這裡行山之類 他都說了很多次 所以會不會就是那次他剛剛來到的時候 官員又經歷了美斯的時候 就會是不如就打蛇徐棍上 邀請他 主動邀請他來香港 成為這個申請這個優裁計劃呢 我覺得這件事都大有可能 所以官員覺得自己都做出成績 所以就拍這段影片去宣傳一下 會不會是這樣呢 當然我們很明白為什麼 特區政府對於奧蘇利雲 會這樣高調鬆軟 因為一來他絕對是名牌 一個世界冠軍 二來就是外國人 國際化 同大家經常都說這個優裁計劃 八九成都是內地的優裁 好像欠缺了國際的人才那樣 難得有一個 所以當然大輸特輸 不過一個當然是不夠了 希望未來更多 希望讓香港人看到 特區政府這個成績 因為始終 你說粉蜜登場 拍片諸如此類 其實都是一個 始終是門面上 真正去計分的 究竟你能不能夠做到實質成績 聲目以待 今天這條片講到這裡 拜拜